今天过这边挖 这边是大年毛族啊 看到毛族也长得比较大 比较密一点 准备上去开挖 哈喽大家好 马上离棍园还有半个多月了 现在也是入入续续的 特别多打工人 外面会来挖冬笋的 像下面挖的特别烂 这个礼拜 我大概有一个礼拜 也没有过来这边挖冬笋了 然后呢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挖冬笋 像这样挖的比较烂的地方啊 怎么去找到更多的冬笋 今天过来这边的竹子都是大年的 大年的毛族也是挖的比较烂 我大概有一个星期没有过来这边 你看这里都被翻过两三次土了 然后底下可以看到就是这两天被他们来挖过 像这样的地方呢 我们要怎么去找到冬笋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样被他们挖的特别烂的地方 我们要怎么找冬笋 首先我们一定要找到大颗的毛族 然后再找到几颗以上的毛族啊 像这样有两三颗的 或者像那样的五六颗的那种啊 因为毛族多啊 它的根就是难多啊 根多了 然后冬笋就肯定比较多一点了 然后你看一下 这里我就挖出来两个那里 还有这里也挖出了一个 像这样根多啊 冬笋就是多 原来他们也是在这个地方挖过一次 可能是三个月之前 然后现在 那个第二波冬笋呢 它也长出来了 也是比较深的 看这里我也是挖的比较深的 然后像这样 我们现在在准备机器的多挖一点吧 你看这里又找到了一个 这个地方是被他们挖过 你看他们挖了有20公分以下 没找到 然后这个冬笋就已经长上来了 哇 这个冬笋比较大 这个比较大 看看旁边有没有了 现在比较适合追边了 看下旁边有没有了 你看追了一下边 然后这里又找到了一个 应该都不小了 现在的冬笋都是可以了 哇 这上面还有一个 三个了 看下旁边有什么 嗯 我再 Creo 最后一复的 开下旁边有没有了 Option 这个冬笋就像 到了这边 好 突然 這個兩斤啊 很多肉都沒有什麼西根 一共挖了四條這裡 就要揉一下 連鎖上去 有這條 可以嗎? 要不要 可以嗎? 畏族 借了 我 就是 究竟 你 就是 我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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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这个够大有肉 差不多两斤左右 刚才就在这一边 这三颗毛竹这里 你看这里就挖到有多少个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挖到八个 有两个比较大一点的 这两个 这种地方它的根就是比较多 这里也是挖的比较烂一点 表面那些已经被它们挖过了 然后我挖的有三四十公分底下 你看那里都挖的比较深 这个是有两斤的 这个是有两斤的 那个是一斤多的 你看这种地方挖的就是比较多 大家如果去这种挖的比较烂的地方 今天就是找这种 我说的这种 有几颗毛竹这种 这种挖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看一下它的主意 都是非常浓密的 可以挖到比较多 如果大家对本视频感兴趣的话 对你有帮助 可以帮我点赞转发出去 还是麻烦就是开车气